南非總統祖馬表示 並不同意在星期日釋放270名被拘捕的礦工 被捕的270名礦工 被控在8月中和警方衝突期間殺害34名礦工 他們的律師要求祖馬在星期日下午前釋放他們 祖馬在星期六發表聲明說 他不會干預涉及到槍殺礦工事件的有關檢控 南非國家檢察處在日前引述《共同目的法》 指控270名礦工謀殺同事 指控已可無知 指控就回憶了 指控會被控制工 指控已被拖延關檢控製